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,4月初即将登场的清明廉价交通部该如何防疫也成为关键。 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,已推出机场防疫车队,也很支持高铁将自由做改成对号座的政策。 林佳龙说,清明往返国内,甚至是两岸间的国人相当多,最近开始推出机场防疫车队,就是要有效管控入境旅客, 特别是来自于大陆、港、澳、韩国、意大利跟伊朗等严重的六大疫区,除要求填写健康声明卡跟居家检疫通知书外,也安排防疫车队,希望能够在最安全,快速下返家座居家检疫。 在国内大众运输,林佳龙表示,目前运量已经减少将近二、三成之多,尤其是国道客运。 在铁路系统方面,交通部支持高铁公司将自由做改成对号座,有购票记录,避免尖峰时间,大家为了要快速返乡或是回来工作,尖峰时间自由做恐有相当多站票,要避免时间长,人数多,在台铁方面也有相对应政策,如何做好人流管理。